山南仪,性难改 人的性格往往是很难改变的 有些事情也是刻在骨子里的,更加难忘 例如广东对赵锐一遇到新疆队的时候就打得格外卖力 不但防守端卖力,进攻端也是火力全开 跟平常完全两个样子 对此,赵锐的解释是 在我职业生涯的首个赛季 新疆队横扫了我们,对我伤害很大 这就是原因,而跟赵锐一样,有个性的还有扬名 说到扬名 如今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辽宁男篮主教练 而一个绕不开的印象就是帅哥 无论球员时期还是现在当教练 那都是帅啊 杨明的确是帅 但是他可不是那种小鲜肉 更不是娘炮 而是硬汉 与其形象完全不一样的硬汉 无论球员时期还是如今当主教练 杨明都很硬 尤其是对阵北京首钢队的时候 如今的辽宁男篮兵强马壮 当初的辽宁男篮一度场上连轮换球员都凑不起 但是那个时候球队却面临着饱击 非常难 杨明那时候手腕还有伤 比较严重的伤 需要静养不能动的伤 但是为了球队他带伤出战了 单手持球比赛 还砍下了高分 硬是带队战胜了北京首钢队 帮助辽宁队饱击成功 那时候的北京首钢队 主场的观众是很凶的 骂声铺天盖地 而杨明的回应是做了一个倾听的手势 这也是那个有明确壮烈的段腕要经成 杨守听经骂的段子的由来 帅气的杨明非常硬气 霸气 但是也代价惨重 本来伤势就严重 带伤打完之后更是严重 以至于恢复不理想 后来杨明的竞技状态也是受到影响 明明入选了国家集训队 却因伤退出 这也是杨明职业生涯的遗憾 但是无论如何 杨明的霸气 硬气是让球迷记住了 而不仅仅是靠颜值 如今当了主教练之后 杨明依旧硬气 上一场赢北京首钢队的时候 杨明有一次对裁判的判罚不满 在场边反应非常激烈 从现场球迷的录制视频来看 杨明说了一些类似 见到北京队那边的就怕了之类的话 视频无法看到 杨明是在说裁判 还是说自己手下的球员 但是依小编看来 大概率说的裁判 因为辽宁南篮的球员没有耸汉子 强将手下吴若冰吗 而裁判倒是经常看人下菜 别人都忌讳 杨明却不怕 直接就是一顿说 一如当年在北京首钢队的主场 迎求听金骂一样霸气 岁月可能会带走一些东西 但是有些是岁月无法改变的 融入血液的硬气 刻入骨髓的要强 都是支撑男人闯江湖的底气 杨明继续加油